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 炒肉丝不粘锅而滑嫩的小技巧一起来看看吧 准备的食材有酒黄一把 里脊肉一块 小米辣 大蒜 生姜 里脊肉顺着纹路切片 再把肉片改刀切成丝 切好中入碗中 现在来腌制下肉丝 加入适量食盐 料酒 胡椒粉 一点点老抽 用手抓拌均匀 抓匀后加入半个蛋清 继续抓匀 加入少许红薯淀粉 继续抓拌均匀 再加点明油 加入明油是为了 这样肉丝下锅的时候能够迅速划散 用食盐热好了放一旁待用 几斤的酒黄切断 切好中入盘中备用 小米辣切细丝 大蒜多蒜末 中进碟中 生姜切末 全部切好备用 起锅热油 油温烧至六成热 晃动锅底 使锅均匀的沾满热油 再把火关掉 让油温下降至三成热 这一步叫制锅 这样操作过后 不管炒什么都不会粘锅啦 油温也降至三成热 倒入肉丝 快速的划铲翻炒 大家可以看到一点都没有粘锅 非常的完美 肉丝炒边缩后 倒入姜蒜 加点生抽 翻炒出香味 再倒入酒黄辣椒 快速的翻炒均匀 再加少许食盐 白糖调味 炒匀后即可出锅装盘 这道肉丝滑嫩 酒黄鲜香的 家常肉丝炒酒黄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试一试吧 我们下期再见